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来up主的频道 今天给大家带来是海德传新出的一款键盘 K70 RGB TKL冠军系列 这款键盘很快就要发售了 当然了 当你们看到这期视频的时候 估计已经发售了 TKL就是TANKLESS的意思 它采用的是仅抽式的布局 它可以集上很多空间 给你的鼠标更大的活动空间 超级容易寻技术 可以将输入速度提升高达4倍 然后每个按键都有RGB背光 PBT的算是注数键帽 我拿到的这一款是Cherry樱桃红轴的 我暂时也不知道这款键盘有没有银轴 但是海盗床寄给我的就是红轴的 值得一提的是 它这里写是这支Xbox One 这个我还是非常的好奇的 因为我一直是Xbox的老玩家 我待会也会把这个键盘 接到Xbox One来看一下实际的使用效果 居然还有进进模式的开关 然后还有一个非常大的改动 就是它这个线材换成Type-C 转Type-A了 你们也知道海盗床的线材 一直都是那种非常粗的 很不方便 海盗床的键盘都是那种非常粗 非常硬的线材 很不喜欢 这次终于换成那种非常细的 好的 我们来开箱一下 我很好奇里面是长怎么样的 哇 这个是说明书保修卡键盘 太好了 这次终于后面没有拖一条很长的尾巴了 键盘和线材的分离设计 我真的非常希望它是一款无线的机械键盘 我们来看一下后面还有什么 把剑切剑盘 还有线材 终于换成这种很细的线了 哇 舒服 这里有4个非常大的防滑脚链 支架 我真的希望它是一款无线的机械键盘 我一直非常期待海盗床出新的无线机械键盘 但是海盗床一直更新的都是有线的产品 不更新无线的 我也很失望 这上面的布局倒是有点不一样 不过还保留了我非常喜欢的滚轮 这个滚轮的阻力会比较可以摆大一些 这个滚轮可以非常方便的调节音量 还可以静音 这边还有多媒体按键 比如说音乐的播放暂停 下一首上一首停止 这次没有配涨图有点可惜 因为之前的K6RGB是有配涨图的 它至少没有可以摆光轴的那种弹荒音 然后红轴的话 它的手感我并不是非常的喜欢 就我的使用体验而言 就是银轴是最轻的最快的 然后光轴比银轴的那个力度稍微要大一些 然后红轴的话力度会更大一些 就我的使用体验而言 光轴是介于银轴和红轴之间的 银轴是最轻的 速度轴我非常喜欢 这次终于配上了Type-C的接口 我非常的开心 我非常喜欢Type-C这个接口 然后这个是电竞模式 这个线材的话用的是编织的 然后两个头都是椭圆形的 最近很多海盗船的线的产品 都是这种椭圆形的设计 Type-C转Type-A 这一包我就不拆了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海盗船的键板 这种太多了 拔键器 特制网路的键帽 比如说装在WASD 方向键手感非常的好 在你们面前有三款 贼床的机械键盘 最左边这个是K100RGB 那么右双角就是本期的K70TKL 那么右下角这个是K65RGB 你们可以很直观的看到K65 还有K100的线材 是非常粗非常硬的 那么K70就改善了很多 我非常喜欢K70这个设计 我手头K65是标配掌握的 然后按键是ABS的 然后K70TKL它则是PPT的键帽 然后没有掌握 但是多媒体的按键会更丰富一点 这个是光轴 这个是红轴 这个是银轴 这个是光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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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上面击砍出来冷水 然后再烧散 这个是红车 这个是光轴 都是光轴 应该叫它 还要看 这位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海盗船新出的这款键盘L鼠标是原生支持Xbox的 我也是非常的喜欢可以接上它玩战争机器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主要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收看 喜欢的话不妨点个赞加个订阅哦 也不要忘了点击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 就会第一时间收看最新的视频了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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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